你觉得文青是应该被嘲笑的吗 还是我们应该爱文青 文青他其实在所有的这个社会青年的群体里 他确实是危害性特别低的 就是对社会临危害 危害性 没错 真是无力对社会造成什么伤害 因为你想其他的青年 比如说你说这种创业青年吧 他还有蛊惑性 蛊惑那无知待生跟他一起创业 那爱国青年就是也够吓人的 广场舞大妈 然后爱运动的少年 其实跟广场舞大妈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跑马拉松的中产 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那个广场舞 没什么区别也扰民 但是就是 跑马拉松的中产是无声的广场舞 这金句产生了 没有 但是真的你想像文青 大家也就是在一起闷着头 然后感动感动交友一下 但是其实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比较低 所以我不觉得就是可以被嘲笑和调侃 但是还是让他们能够活着比较重要 对 说明了 不如听到 拉松的红色 那我们尝试了 让我们尝试了 说明了 我们尝试了 明了 我们尝试了 真的 我们尝试了 我们尝试了 我们尝试了